大家好,我今天为大家讲的故事是平民化教育 洛克菲勒是举世文明的家族 但是这个家族有六个子女 并没有享受到豪门的生活 洛克菲勒的交子封马是明 也就是平民化 每个人只有很少很少的零用钱 而且要详细的记录 鼓励参加家务劳动来获得额外的补贴 平时父亲带头补衣服给孩子们看 孩子们常常参加种蔬菜养家兔的劳动 为了不使子女 保时终日挥霍无度 韩国临时限额 借吃牛肉 甚至不能出去外面玩呢 小儿子大卫回忆说 从我们最初的岁月起 父亲就叫我 不要把食物剩在盘子里 及时关掉电灯 不能随便乱花钱 今天故事就讲到赵磊 谢谢大家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